大家好 这里有关于March3的那个 电机的参数的一个设置问题再重新再讲一遍 因为我们拿到那个 M模型控制卡或者说Fly模型控制卡的时候 第一步线是接线前面已经讲过了各个轴怎么接线输入口怎么接线 便秘器怎么接 关于输出怎么使用怎么接的话有一个专门的视频讲解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这里专门讲的是一个电机参数怎么配置的问题 常规的情况下进入电机参数配置是从设置 电机调试这里面 对于每个轴的那个脉冲当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step 实验室脉冲当量 他指的是多少个脉冲电机会 走一毫米 那这个因为我是山上细分的启通器 再加上8毫米导层的四缸 所以我这里算出来的是800毫米 800个脉冲 每毫米 另外一个参数是 速度 也就是每个 当前轴 相当于现在我说的是RF轴 RF轴的上限 上限速度是1500毫米 每秒 每分钟 这个是 加速度 是 375毫米 每秒 的平方 这后面的参数就不用管了 是并口上面用的 所以我们不用关心 在我们修改了这个参数 比如说我把它修改成500 修改了之后一定要点这个C AXSETTING 它是用来保存那个修改参数的我们点一下之后它变灰 并且这个参数已经设置进去了 你看一下这个走没设置所以它还是 我们再改一次改外走 你要改哪个走就点那个走出来 在现在我是这一走 我把这个加速度都都加大一点 就这样 操作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 每个轴的那个 脉冲大量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设置的问题 常规的说是我们是用的是 不经电机 因为不经电机的 他那个 速度是比较慢的 因为他最高的速度是 300转 每分钟 所以他的直线速度的话 常规的是 他的300 再乘以他四杆导层 四杆导层是8的话 或是5的话 就是351500的上限速度 而我这里是8的话 就是382014 当然你可以设置不同的参数 自己可以根据这个情况 那我的这一轴呢 是导层数5的 所以他的 我的那个 驱动器 是 332细分 332细分 5毫米的导层 那他的那个卖上当量是多少 我们常规的计算方法是 step等于 200 乘以细分数 33 乘以33 乘以614 除以导层 8 我那个四杆是5 所以除了之后应该是 1280 这是这种 上限速度就是 300 每分钟 再乘以他的导层 5 也就是1500毫米 每分钟 最高的速度 加速度 我一般的设的是500 1000 差不多 另外 设计 另外就是说 这是设置的一些常规的方法了 这个理论上都是这么讲的 我另外就是在软件的上面做了一个 小工具可以辅助计算的 在这里 就是有一个中文 简单 配置 在中文界面上面才能显示英文的它是不显示的 我这里默认的它那个输入口的配置 原来讲过的 这个可以直接的把这个 适应的对应的功能 直接点一下之后 直接配置进去 输出也是这样的 输出的话 Fly machine 增加控制 16 16口 16 冷却控制输出是12 喷雾是11 默认的话你点了之后它自动会配置 这里是一个计算工具 不是配置工具 有的人老是说 我前面是配置的怎么突然就变的呢 不是的 这个是默认的一个界面 我用来做计算的 不是用来配置的 配置是在跟前面说的 那个电击参数那里面设置 对吧 这个不是的啊 千万注意 这个是一个计算工具 而我这里有一个快速的计算方法 也就是说 一般的驱动器啊 我们常会看到的驱动器它是印上表面是印上 印的都是多少脉冲一圈的 不是细分啊 所以大家注意理解一下这个意思 有细分的话你就是乘200嘛 常规的 两项电击的话 三项电击的话 用的比较少 很少有人用到 再就是说它那个步进 角度有更细的 我是说0.72度的 那可能算法也不一样 但常规都是1.8度 1.8度的话那就是 200 200 200脉筒 的那个 专一圈通过细分之后呢 就是 对应外壳 可双的细分数 常规的话我推荐是 有条件的话 有的话就你就射成5000 呃就就就是5000那个 跳波波马开关 那你的那个 四钢导成常规的我们见到是5毫米 所以这是5 这个电击的最高转速 我们一般的是取得是300 300转比较保险 它不会 失步 计算的时候它就会计算出 呃脉冲的最大最高频率这个是一个参考值啊 这就是25k就够了 这就是脉冲单量现在它计算的是 1000 呃每个轴的上限运动速度是1500 这我们点一下设置的时候 它这个值就会设置到 x轴的电击参数里面去 设置也可以同时要参数都是一样的话 你就是 不停不停的点 xyz abc 选择一下就行了 设置它就设置进去了 当然我这个我这里有一台机器啊 它那个 不是这样的 它是 332细分也就是6400个脉冲 转移圈 而我的那个 四钢导成是8 所以计算的时候它就是 电击的脉冲单量就是8吧 它的上限速度就是2400 xy我都是8的导成 和 332细分 所以我这里xy是 配置一样的 现在 就是这一轴 这一轴我是 也是6400 但是它的那个导成呢是5 所以计算一下的时候是 脉上当然是1280 速度是1500 我点一下设置 它就设置到这一轴的参数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来检验一下 再看这边 因为错了 在电击调试里面 那这个参数已经设置了 它自动计算设置 这里加速度是取得电击的 四分之一 就电击上限速度四分之一 也就是四秒钟 加速到最最最高的速度 当然你要 雕刻 雕刻机要是可以 承受的起 你可以把它给加速度收大一下 这样的话 就是那个拐弯拉弧的 那个 就效果就要改善一些 现在就是A轴 ABC这个旋转轴的问题 旋转轴怎么计算 大家 我们再回到这个 计算工具这里来啊 好这里旋转轴是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它那个 你一般的旋转轴是有减速机的 假如说你的减速机是 20比1 就是 电机转20圈 那个你的转盘时间只转一圈 这种情况下我的那个脉冲单量 那个这些怎么计算呢 是这样的啊 呃我们的 细分 你先把你的那个启动器细分照表啊 比如假设是332细分啊 假设332细分就是66004的脉冲 转一电机转一圈 这个电机转一圈的话会推动 我们的那个 角度就是我们那个 机器 A轴 转多少度了 因为你有20倍的那个减速比 你本来说是转一圈是360度对不对 这个A轴 C轴这个都是 讲度的啊 就是不是直线距离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除20 也就是18度 也就是说电机转一圈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时候 它推动 转动的角度是18度 我们这里填18 这里我们计算一下 这个电机的脉长当量也就计算出来了 355.5 那我们点试字试字到A轴上面去 这样的话 他那个A轴的电机参数就是好 现在我们在计算这些参数的时候都要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 完全是 那我们再检查一下 这个电机参数有没有设置过来 那这里已经设置过来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另外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说 万一我这个机器可能有些问题或者说 试感导臣不太清楚 应该怎么设置 我们在这个设置 就是主页面 等一下 我把 摄像头打高一点 好我们这个主页面有一个设置按钮 点一下设置 哦 这个 这个没有 我换一个界面啊 这个界面没有 没有是那个功能 我们把试图切换到我们常用的 1024那个界面 这个就是 我们经常看得到的界面 试图切换的那个问题啊 大家 应该 通过我刚才的演示应该也学习到了 所以比较简单 这里呢 这里呢 在设置页面 我刚才点了一下设置 设置页面这里有一个执行轴教准 这个执行轴教准 实际就是为了方便大家 在不清楚 设置页面 试感导存是多少 或者简直笔都不知道是多少 这种情况下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进行那个设置 这种方法的话 就是 瞎子 瞎子模式啊 也比较方便 实际上 现在我要 校准的是 exo 我先点了一个 exo 是不是 这种情况下 输入当前要移动 轴的距离 exo 假设我让 坐标啊 只看他那个 现在机器的坐标值 他移动 比如说我移动10毫米 点 确定 机器就会移动10毫米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你先要把那个机器 找一个参考点 拿一块 拿一个尺子 量一下 量一下你这个位置是什么地方 过一会移动了之后 机器移动了之后 你会看到exo 动了一下 动了之后 动的实际距离 你要填准 这个地方一定要填准 比如说实际我只是移动了5毫米 那我就 填5 那这样 一计算 那就是exo 卖的当量原来是800 那实际上只移动了5毫米 那应该是1600才能够移动10毫米 所以他就计算出来是1600 你要确认修改吗 你点试这个1600就设置过去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电机的 调试设置里面 这个1600已经过来了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 所以我在这里再改回来 比如说exo 我现在要他移动10毫米 他移动了 那实际上他移动的是20 所以我在这里填20 所以他计算出来是800 我们再重新设置一下 好这个时候 电机的 参数 它已经变成800 这个方法 就比较简单吧 谢谢大家